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新海峡时报集团的总编辑 后来马哈迪在2003年退位之后 把棒子交给阿都拉 那么一朝天子一朝神 那么卡迪加县就卸下了新海峡时报集团总编辑的职务 然后他就离开了NST Group 509之后他又重新的再回来 他首先成为元老顾问理事卫CEP的策略通讯主任 那么后来他也因为发表跟王室有关的一些言论 而自己选择辞职 那么如今他是首相的媒体顾问 卡迪耶辛就有指出任何的统治者和他的皇室大臣 如果以为大臣每一个礼拜进见苏丹 还有行政会议的内容是秘密的话 他形容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 他若有所指的就表示说 一名州务大臣就是越弱以及越遭人厌恶 行政议会的秘密其实就越容易被泄露 他说出了这个政坛的一个现象 那么他接着下来他就说 这就是为何一名有公信力、聪明和可靠的人 担任州务大臣是非常重要的 换言之那些阿斗型的没有本事 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公信力的人 就不适合担任州务大臣 那么他也说州务大臣应该像他领导的这个州属的人名 以及选他做州务大臣的首相负责 但是可悲的不是所有的大臣都是如此 虽然他没有指名的道姓说是谁 但是我们看看近期哪一些州属的大臣 和他们的王室成员成为焦点 成为媒体焦点的话 我们大概大概就可以猜到说 这些大臣不是很明显吗 这些大臣应该这名大臣可能就是来自南部的州属 他不点名我也不要搬来搬来帮他点名了 就让大家继续的猜 那卡迪越新同样的就是不点名奉劝 那些感觉自己没有获得人民尊重 而以为可以在这些社交媒体炮轰民选政府的王子 应该走下王室的高威尔参政 他说为何不呢 他说来自吉塔的这个已故东姑阿都拉曼就参政了 成为了身受爱戴的第一任的首相 还有就是彭亨的东姑阿兹兰 以及目前仍然活跃在政坛的吉兰丹王树东姑拉沙里 那么他举出尼泊尔的例子 就是说王室成员之间的这个残杀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的这个状态 最终尼泊尔人民在2008年要求国王请退下 那么尼泊尔就成为了共和国 他的言论的维持他一贯的这一个立场 就是他会监督君主立宪的这个制度 到底有没有变样 有没有统治者或者是这些王室成员尝试见逢插针 那么他非常关注这个王室的议题 这个课题其实在马来社会里面是高度受到重视 当然也高度的敏感 因为它涉及到马来权益的这个保护者 统治者被视为马来权益的最后把关者 那么我们应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方面的这个讨论 因为这种讨论 不管是凯特加信的这些言论 还是其他学者针对君主立宪的这个讨论的话 能够强化马来西亚的这个建国基础 就是我们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绝对不是王权至上的国家 我们跟文莱跟这个沙迪阿拉伯是完全不同的 那随着呢近期发生在吉兰丹 政府呢禁止悬挂国家元首的照片 还有接着一些王子呢 就针对民选政府发表政治的言论 他就形容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他说呢我们要常常牢记呢 君主立宪制呢是通过国家的法律来管辖 宪法呢就是最高的法律了 没有人包括王氏是可以凌驾这一个法律的 国家元首和统治者呢 只是在执行一些官方的职务上 免于被采取法律行动 但是他们的家属并没有 所以凯利嘉兴已经说了 王氏成员应该要做的这个角色 以及他们的这个权限发言 那么花一点点时间来谈呢 就是这个柔佛州的这个走务大神 欧斯曼上面到底他的这个职位 会不会受到动摇 那么其实今天就很多媒体之间针对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去一流呢做出讨论 不过整体上来讲说 他的这个大神之位暂时还保得出关键取决 两个人第一呢就是土团党的这个总裁 母一定第二呢就是首相马哈迪 那么在这个课题上呢 柔佛州苏丹呢也会扮演一定的这一个角色 而且苏丹现在不在州内 那么相信他会在明天或者是后天返回柔佛的时候呢 这个走务大神近期的这个风云人物呢 他的这个命运呢将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方向了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感谢观看